我們剛剛有提到物件鎖點 四分點 你每次都要按Ctrl加右鍵 才會出現四分點 那有一個比較快的方法 就是物件鎖點有沒有看到 下面是不是有物件鎖點 其實它也可以做一個設定 也就是直接在這個下方按右鍵 右鍵中有個設定有沒有 它就可以比如四分點 要強制永遠出現的話 你就在這個四分點上面 直接按下打勾以後就出現了 所以要控制什麼點出來 什麼點不出來的時候 直接就從這個地方就可以了 那原則上我們一般用的比較多 就是說這邊這一排除了單點沒打勾之外 大概都會打勾 四分點應該也會打勾 不過這個部分我覺得打不打勾 應該無所謂 因為隨時都可以去切換把它打開來 那有的時候就是說 有些點出現太多 反而是一種干擾 所以這個地方看因應而異 我覺得這個地方可以 可以再做一些彈性調整 那如果說你今天呢 四分點打勾之後 假設我今天這個圓 假設我今天這個圓畫出來之後 我就 你會發現隨時就出來了 有沒有 你就根本就不用再去按右鍵就出來了 馬上就有了 這個是第一個部分 那刪除就選取它 按Delete就好了 那除了這種方式之外有沒有 我們接下來還有一個弧 有沒有看到 其實它就是一個弧嘛 那為什麼我們還要繞一圈 先講圓再講弧呢 那其實也是相同的 也就是說那一個圖 沒有一種畫法 至少一百種畫法 而且每個人畫的方式都不一樣 反正都畫得出來就好了嘛 沒有人說一定要這樣才能畫得出 那如果我今天用什麼呢 我今天用弧可不可以呢 其實也可以 那弧特別注意 如果今天我要畫一個這樣的弧 第一個我要先給它一個輔助線 因為你們初學者沒有辦法 就是用輔助線 輔助線就是我們的什麼呢 我們的那個半徑 半徑70好了 Enter 那如果今天我要畫一個弧的話 我可以怎麼 像這個地方有沒有 沒辦法放大縮小有沒有 只能放大不能縮小 你可以按重生 重生就可以了 就像剛剛有同學遇到的問題 重生一下就好了 好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畫弧 當然你可以直接點這裡 不過我比較不建議 因為呢 這個弧 它這個弧的設定比較 沒有那麼全面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地方 弧裡面有沒有看到 它這邊就可以很多樣的選擇 假設我今天要畫的是這個弧 它就可以用那個 你可以選有沒有 起點 終點 終點